都像人 飲食習慣 不均勻 食無定時 還要夜睡 少了運動 工作壓力又非常大 很多香港人都患了慢腺疾病 包括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糖 甚至高膽顧醇 糖尿病 其實這些亞健康對香港人絕不陌生 總有一個在阻緊 但亞健康的人士患癌症患嚴重疾病 相對亦較高 這些亞健康的人士很多時買不到癌症 又或者買到都會有不保市巷 又或者是加價的 Supamam都試過有個40歲的男士 他有脂肪肝 早就有了 買癌症就要加了一倍的補費 很貴 買不買好呢? 另外又有一種人士很難買到癌症 就是暗化族 隨著年齡增長 三高有機會中了 又超零 想買癌症的時候 又發覺過了頭保的年齡 真的有錢都未必買到的 今集Supamam跟大家分享一種新的危機 暗化族可以買到 亞健康人士可以買到 不用加保費 不會有不保市巷 而且連連有保費折扣送給你的 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鈴 第一時間就看到我們的新片 也都第一時間有最新的資訊 和最新的好處告訴你 以癌症為例 2020年香港錄得癌症的新症 有3萬4宗 平均發病年齡男性就68歲 女性都差不多63歲 至於75歲前 其實4個男士就有1個患上癌症 5個女士都有1個患上癌症 是不是很可怕呢 分出了一份藝質 其實是領先市場的 打破傳統的癌症的核保概念 只需要回答3到5條問題 不用交醫療報告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亞健康 而且情況穩定 都可以買到 也都解決買 暗化族超齡買不到 的煩惱也都買到 80歲前就可以買到這份癌症保 可以保障家人 作為孝順仔孝順女 其實都可以幫爸爸媽媽買 又或者是兩夫妻 互相幫大家買一份癌症保 補回家庭的安心 這份是定期的癌症 沒有儲蓄的成份 大概三大都是癌症 癌症、心臟病、中風 以及嚴重的影子障礙症 萬一不幸運 不理你是否排政府 都可以按個保額賠錢給你 那癌症其實是賠現金的 所以我們會說買得大、賠得大 這份癌症的保障 最大可以買到200萬的保額 過往亞健康人士 例如高膽固醇、糖尿病 都可能買到傳統的癌症 幸好有不保的事項 但有機會都會加保費 這份新的非分紅的定期癌症 是一事同仁的 是不會加你保費 亦都不需要你交醫療報告 另外它是有人獸的功能 如果受保人不幸死亡 其實家人是可以獲得人獸保障的賠償 投保的時候可以預先指定代領人 一旦患了嚴重的認知障礙症 指定的代領人就可以代為處理這個賠償 而且還送你三次的免費健康檢查 在第一、第三和第五的保單週年期的時候 就會提供免費的身體檢查 檢查之後 不管你的結果是怎樣 都送你10%保費回震 另外,連年保費回震 可以參加我們ASDAGO 日限一萬步 連年都有10%保費回震 幫你省錢 另外再獎賞長期顧客 在保單10週年期後 就會送你50%保額 例如你買100萬保額 就賠你150萬現金 而且第10週年期後 連年都會送你20%保費回震 幫你省著荷包 舉個實例給大家 假設30歲的男士去不吸煙 幸好黃著先天性的糖尿病一營 他需要定期見醫生 幸好健康情況非常良好 亦都很穩定 就可以投保這份新的非分和定期危質 投保額是50萬 每日其實只需要5.3萬 萬一中了癌症、心臟病、中風 或者嚴重認知障礙 都可以獲得這50萬的現金賠償 如果投保10年後 他才發現這個危質又或者死亡 現金賠償會額外多25萬 總共賠75萬的現金賠償 對家人對自己是一個很大的保障 危質是Supermom認為最複雜的保險 所以要按每個人的個別實際情況去決定 如果大家想了解這份 這麼新的非分和定期危質保 可以在infobox whatsapp 我們團隊 或者致電91060898 詳盡了解一下 跟我們與約見面 我們能幫到你 最後戴上頭盔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 並非銷售的建議 有關這個計劃的詳細內容 就找我們聊聊 記得CLFD條片給其他老友的朋友 知道多些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鈴 下次跟大家說一下 癌症康復者都可以買到的危質保險 下次見 拜拜